五行学说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宇宙系统观 意思是世间万物 皆由金、木、水、火、土 五种元素所组成 互相之间并有生发和制衡的作用 在建造业来说 金、木、水、火、土 代表了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工艺技术 每一项工艺都自成一家 但是有互为支撑 共同承担建筑物结构的榮与玉 关例可以说顶足三分缺一不可 而今集我们首先深入了解的是 建造业中最外表的一层 也是最容易显露功夫的技术 以水和土代表的泥水工艺 加图四壁即是只剩下四份墙 但你也不要嫌弃 我说四份墙 就算一份墙都得来不易 要建一幅结实的墙 由结尊、批档到铺牙 分工很精细 每一个工序都非常讲究 有自己的理论、技巧和竅门 甚至每一个工序都可以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手艺 在华人的社会 过去一直采取私徒制 以口头传说的方式去教授技巧 徒弟仔肯学肯做的话 都会得到基本的技巧 但若果想尽得真全的话 除了自己要一眼观七之外 也要一个很细心的师傅 才能得到国中的真体 直接后来出现了香港建造学院 一班很有经验 有致将工艺传承下去的师傅 将结尊、批档、铺牙的多年经验 设计成一套系统化的课程 令到这个工艺的真水可以传承下去 这两个字一点都不简单 里面包含了三个工种 砌砖、批档、铺牙 我们这次也很荣幸 找到我们行业经验非常丰富 和技术精湛的导师 来介绍我们这三个工种 当然我们也不少历史 我想请教一下 香港人在开埠以来 已经有泥水这个项目 是50年代 开始就多了一些 社会师傅和广东师傅来到香港 我们那时候学师 都是跟着师傅 多少做一些下篮事 是靠自己一眼观七 再洗心一点 看看师傅如何做 香港政府 何时察觉需要很专业的培训人才 大约在1975年左右 当时努工厨有一个英国的高官 叫黎澤林 他就发掘了一些问题 就向政府建议 成立建造分裂条例 当时的建造分裂局就开始成立 之后跟着又有制衣业分裂局 和职业分裂局 好 砌砖其实是否很闷 其实也不是很闷 好像砌植木 一个个砖嵌上去 如果砌得美观 我们也会有成就感 那有什么砌法呢 砌法其实有顺砖式的砌法 英式的砌法 荷兰式的砌法 法式的砌法 或者美式的砌法 都有 砌一幅砖墙的难度在哪里呢 怎样看到为止一幅好的砌场呢 看它表面 表面的平静度 平静静 要它 音角明角要垂直 座张和纸口泥要云层 为止一个好的砌场 现在就有很多的仪器 平水移平水尺 其实以前用什么仪器呢 以前就是会用一些平水喉 用一些胶喉进水 这样就可以量度到水平 如果垂直的 我们会用一个叫线秤 量度垂直位 那不少得英泥沙了 不如来说一说 古时就会用一些石灰混沙 再加适量的水 混沙灰来砌砌 但是近代18世纪 就发明了水泥 一份水泥 三份河沙 加适量的水 就可以砌砌 现在会出一些代装干料 更加方便快捷 混沙了水之后 就已经可以用了 多得科技进步 有准成的仪器辅助 和质素稳定的水泥物料 令砌砌砌更加容易和方便 而且因为时代转变 成宗的外墙 现在多数都是由三合图 预先做好 至于砌墙 多数用来做间隔墙 所以在砌的种类上 就多了选择了 不像以前那样 只有青砌和红砌 还有砂砌 轻砌和石膏砌等等 不过 就算材料多好 都要靠施工者的手艺 才是最重要的 挑选砌墙 使用的砌块 要完整和平整 砌好所需砌块 就可以跟着背图起办 跟着当然 你要准备好 辅助的墓墓 砌墙要垂直 砌缝要有9-10mm厚 座箱要合平水 垂直砌缝要隔层相对 砌缝要饱满 大幅的墙要拉线砌直砌面 小幅的墙要用木崖尺 航直砌面 用水平尺检查地台够不够平 之后用墨线去做出指示 鸣泥和沙的分量是1比3 用翻橙来回干拌两次 然后加入适当的水分 再浸拌就可以了 记得 鸣泥沙漿开了一个小时之后 就不能用 所以开多了 就是浪费物料的了 中文字幕延伟 開支砌磚時,地台上磚長的位置就要墊平順底沙和就直磚爐 批上櫻泥沙漿時,磚縫要填滿約10mm厚和套入大約10mm深的櫻泥沙漿 座漿用磚刀和木推尺推平沙漿,長角用先稱量度水積 不時用水平尺量度磚塊的瓶水 不同形狀的磚塊要用電解機切割 有時候,這些瓶水煮口,可以收攔出來 而且,瓶水煮的水煮口 也會令吉利煮沙漿更新的建築 當整個工程完成了一半 等英泥沙漿隔日乾後 就可以小心將木尖拿走 然後擦走木帽 以及將磚牆表面多餘的英泥沙漿清理好 清理好就可以繼續砌上面的圖案磚 砌每一層磚之間要對平下層磚 放座磚要有瓶水 隙縫位要飽滿 一個磚一個磚這麼排列 完成了砌磚的步驟 就可以整理磚篷和清潔表面 那就大功告成了 這次砌磚示範的精扇技術在於 明偶尊牆不需要批檔都可以見得人 這是因為磚篷的品質優良 磚篷做到可以大小一致 拱門的結構可以承受重量和有效抵抗壓力 而他的力學設計是不需要任何支撐 另外,從位於上半部分的圖案和分析 也可以提出師傅在切割專科技術方面的心機和理學 我們結完磚了,下部磚要批檔 我現在馬上介紹一下批檔的專家 葉師傅,你好 為何我們要批檔呢 批檔是用來美化長身 堅固它,減少爆裂 還有隔音作用 批檔是否像我們一般人認知 拿水泥不要上去便是呢 其實不是的 我們要控制場面平整 要沒有瑕疵、沒有沙眼 場邊四周要完整 另外陰明角要垂直 以前的批檔工具和現在的批檔工具分別大不大呢 其實分別都不大 都是批檔網、批檔角 批檔角以前用金屬鐵角網 現在用膠角 另外我們用的工具都差不多 都是用灰磁灰白 最主要變化就是材料 批檔的材料演變 由以往黎力強的黃花砂 到70年代比較堅固的英麗砂 再到後來由工廠配放的基砂 材料的份量調配越來越容易控制 大大減少了批檔剝落或爆裂的情況 因應外場或內場的批檔 甚至在一些古蹟、屋苑外場 或主體公園都可以看到的造型批檔 還可以選擇不同的物料 例如磊子灰、纖維灰、石布、紙巾灰等 而近年在地盤就更加流行用勤章 看它可以減省人力 以後能夠達到不錯的效果 你教授學生的時候 過程是怎樣的 我們第一步 通常會教學生如何控制材料 控制材料是最主要的部分 因為批檔每一下都要用力批上去 如果用的材料不行 它對手的傷害性會很大 而手部的運用、每個關節的運用 我們會從中慢慢跟它說 聽它能夠很純熟地 熟習這個工具或器具 然後很純熟地去考取我們的中工 然後你教它怎樣混合 其實混合來 現今很多時候用電動工具 但是一個剛剛入行的同學 電動工具很多時候會令它受傷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電動工具運用的時間 我們會慢慢看著它 令它每一個步驟做得更好 從而不要那麼容易受傷和受傷 下一步就批上去 批上去的還有什麼特別的主意 同學們本身每個人的體能都會不同 我們會教它從下而上 一下一下慢慢來 令它能夠慢慢適應每個動作 批完上去 下一步應該是摸 我們摸之前是否有一個動作去摸一下呼吸 其實每個材料都不同 因為如果我們做包製料代妝料 它很可能表面沒有水分 但它按下去是軟的 但如果我們做英麗紗 或者其他灰、石膏 你摸下去 你就可以感覺到表面的水分和軟硬度 所以每個材料都有少許分別 完成了這個批檔 其實會影響到之後的工序 如果我們本身會在批檔表面貼牙仔 那幅牆平靜是很大影響的 令到牙仔師傅做出的效果會有偏差 這次批檔的製作 第一樣要做的就是構圖 有了構圖自然有概念 上漿前長身要早一晚淋水 濕潤長身和沖酒粉塵 批檔沙漿和齊磚沙漿並沒有分別 批檔開料都是一分英黎三分沙 將材料乾拌兩次 凌凌泥粉完全包裹著沙粒 不能露出生沙 然後加水 沙漿攪拌均勻 拌到好像葉師傅一樣 就為止漂亮了 拌好之後就可以放進泥豆備用 不過可以放多過一小時 如果不是就不能用了 接下來就是要在長身 會做批檔的範圍 上一層淋水漿 技巧是要用力分層批上 而仿石批檔徵站和困難之處 就是要有豐富經驗和多數資料搜集 增加對製作長身粒突立體面的理解 到了造型的第一階段 要參考貴度的資金 用竹枝或者灰瓷 畫線條出來 由粒底位就要畫個記號 按之後的步驟就方便得多了 由下往上批 要用力分層批上 第一層要薄 第二層要厚 完美夠厚 等稍乾之後再批第三層 造型的第二個階段 就是依照剛剛畫的記號 做好資料搜集 控制長身的厚薄位置 在上面再加一層厚厚的櫻泥沙漿 這樣就會有凹凸的浮雕造型效果 在這個時候 批檔範圍還是軟軟的濕濕 葉師傅會灑上純櫻泥 灑上純櫻泥是用來加快收乾長身的批檔 這樣就可以吸走表面多餘的水分 隨而令它固定起來 要因應乾濕控制時間 上完兩層批檔要停約30分鐘 不同物料選用都有分別 例如櫻泥沙和代裝料都有不同 批檔太濕,再批就會倒塌 現在這個步驟也挺好玩 但千萬別以為可以隨便釘 都需要很有技巧地釘 釘之前,櫻泥沙要塗得漂亮 釘得越漂亮,質感效果就越好 釘櫻泥沙要離上大概400mm 用力釘,令乾濕沙分散在長身表面 除出石面侵蝕和凹凸的效果 注意不可以向下釘 這樣會令沙漿分離和倒塌 質感出來了 就可以用竹枝或灰瓶協助雕刻 專注紋理設計 這個時候可以利用壓尺輔助雕刻 完成後整個批檔範圍就很有立體感了 來到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要用油掃和少許水 去微調批檔範圍的表面質感 那就大功告成了 透過掌握土魚碎之間的乾濕比例 憑想像力和心機釣出紡石紋理 簡單的物料和工具 就能夠塑造出一塊塊的石頭出來 化腐柳為神奇 就是師傅今次批檔示範的精湛技術所在 接下來我就訪問一下何師傅 何師傅你好 砌完磚,做完批檔了 可不可以講講鋪牙整個程序給我聽 首先要注意磁磚的質量、顏色和鋪砌方法 起斑首先要把所需的磁磚切好和排好 按牙面的線條切割 要準成和準確 視乎切雞可以利用膠十字架輔助 這樣自然就一圖看完一目的遠了 因為今次會同時製作兩組鋪牙示範 一組會用鷹泥漿,另一組會用膠砂漿 鷹泥的泥豆放三分之一水 而膠砂就要跟著指引下適量的水分 膠砂加水攪拌的時候 要確保乾濕度合乎要求 過濕就要加膠砂,過乾就要加水 控制醬料水分,乾濕度要適中 當鷹泥漿和膠砂漿準備好就可以備用了 這裡要留意的就是備用時效有限 擺太久就會不用得 千萬不要以為加水就可以再用 還有攪拌完要有手尾 記得幫機器沖水沖乾淨 沖乾淨水就可以定位定線了 視乎物料決定 從上而下去鋪,還是由下而上去鋪 首先用水平尺,跟著起牙線的指示 將牙尺固定在腳線位 再準備所需工具,用壓尺做基礎 以及用平水尺去量度平水 到了鋪牙的時候 首先要用坑池在牆身上櫻泥漿或交沙漿 上完就在牙底批上一層均勻的薄漿 這樣就可以開始黏上身了 記得,必須由壓尺面第一排平棋位開始向上鋪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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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上每件瓷砖時,都要用木柄敲實牙面 從而令瓷砖更加緊貼在牆上 如果有需要,就用膠十字架 輔助分隔瓷砖與瓷砖之間的距離 當鋪好瓷砖,就要等鷹泥漿或膠沙漿凝固 直到所有瓷砖都黏實牆身 當所有瓷砖都黏實牆身 如果有用膠十字架,現在就可以拆走了 用毛刷拆去表面多餘的鷹泥漿或膠沙漿 再用濕海棉清洗瓷砖表面 為了令瓷砖表面有防水防霉的功能 以前會用白鷹泥 現在會用新的填鋒劑 因為它沒有那麼容易歸裂 當所有工序完成,記得要清潔瓷砖和工具 這次鋪牙示範的精湛之處 在於長壁油面瓦的圖案和分析 由於鋪牙有美化長身的作用 而它是三種工藝之中最表面的一層 自然對美學方面的要求更加執著 每一塊瓦片都是師傅用手動工具輔助 精準地切割而成 總括而言,鋪牙就是要排牙定位 瓦面平直、瓦縫對齊、切割瓦片、鋪製圖案和分析 以前的技術和現在的技術有什麼分別? 以前傳統的技術都很優良 但是現在有些新的物料 一定要用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術 才能達到現在社會的要求 工具方面,傳統和現在有什麼分別? 傳統來說,都是一個手動的 大家有些新的電動,平水尺、平水移 還有戒機,做的時候會更加精準 做出來的效果就更加好 鋪牙的工具,我們要留意什麼呢? 瓷磚,需要浸水嗎? 用櫻泥或是用膠沙 如果用膠沙來說,注意乾濕度 太濕會掉下來,太乾會容易摸下 鋪的時候要注意色面是否很平整 鋪牙困難之處在哪裡? 首先要注意物料,如果是鋪地台 就真的要做地台,長生就是做長生 鋪砌的時候真的要計算,定位定線 鋪砌的時候不要有中空,要霸滿,實正 做好之後就不要有老鼠尾 我趁這個機會和各位討論一下 以前的科程和現在的科程有什麼分別? 以前做泥水基本上是跟師傅 從一開始就做一些叫做下難的工作 現在進來院校,我們已經賣位給他練功藝 其實以前的司徒關係是怎樣? 師傅比較嚴肅 很惡教嗎? 當然,是師傅 會不會經常罵? 會的,但做錯事就會罵 那時候學師有什麼慘事? 初初去年輕人的感動體能 由舞變有的時候是很辛苦的 而且很可能的一件事 你試驗期要很長兩三年 所以大家看到做這行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沒有力氣,很健康 其實你對整個課程的感想如何? 建造業設計的課程我覺得挺適當 學習的過程我也能跟得到盡度 令我更加好裝備到我自己 對各位師傅的感覺是怎樣? 各位師傅現在跟我們的關係似乎 很多時候會加入一些生活上的興趣 或者問大家吃飯 師傅也教我們做人千萬不要半途而廢 製作之前只是想一件事 但現在你真正在學習的時候 你有什麼分別? 分別都不算大 因為平時在日常生活中 會看到一些師傅在街上鋪地磚 作為女生,你對將來有什麼打算? 將來可能會多讀幾個課程 去裝備一下自己 因為在香港建築行業 男性比較多 我希望女性都可以投身在這一行 其實你有什麼話想跟師傅說? 除了教我們之外 其實好像爸爸一樣 悉心照料我們 好像冬天穿多件衣服 夏天喝多點水 學生好像很感動 有什麼叮嘱他們? 希望他們學到泥水的工藝 又可以成全 又遲又遲 沒有放棄 一直延續下去 終於大功告成 你們有什麼要說? 多謝師傅 怎樣?陳Sir 拍攝辛苦還是砌磚辛苦? 當然是拍攝辛苦 要記台詞 砌磚我們平時都做這個工作 但不是 平時整村學生都看著你 現在說了十多個 但我們沒有對比鏡頭 平時對著學生 學生有沒有對你特別 不聽教的學生? 個別也有少許的達人不多 特別是精英 即是畫畫出來很厲害 或者手藝特別好 如果我們教出一個學生 他出去自己找到吃 又可以賺到錢 他有時可以回來探討我們 我們也有成就感 我們也有得見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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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